最近的消息来看到台中厚礼的弃毒犬培育中心 公开标售八只不适任的弃毒犬 每只起标价是500块钱 在网上公开招标 目前招标情况 我们要请记者陈宇柔来告诉我们 宇柔 好的 丸中通话面可以看到呢 这些都是一岁多的拉布拉多犬 那么他们其实都是海关弃毒犬培训中心的退训狗 因为他们每个月都不需要接受寻找毒品能力的评估 但是没有达到评估标准的都会被退训 现在目前总共有八只是不适任的弃毒犬 那么其实拉布拉多犬的市价一直大概是在3000到1万元左右 关税总局起标是要是在500元 过去呢因为品质实在太好了 还曾经是以21000元的高价来卖出相当抢手 那么另外关税局也要为刚出生的六只小拉布拉多犬来应征寄养家庭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说法 养在院子里不能跟人住在一起 要让它有一个独立性 不要依赖 因为我们要让它有一个主动搜寻的欲望 好的寄养家庭除了要有情面之外 也不能训练狗狗像是握手或是坐下等等的动作 才能帮助他们顺利成为企图犬 有兴趣的民众呢可以上企图犬培育中心的网站查询 以上是目前现场的真情形将镜头就要感谢您的播 好如果你想要当这个企图犬的寄养家庭的话呢 也可以跟他们来 感谢您的频道